台南阿南区前往超夯景点余光岛路上 民众行车记录器拍下一辆警车开过 下一秒冬得一身树木倒塌 正中刚弯进来的黑色轿车 还差点砸到机车喜事 十分惊险 影片po网网友看了捏把冷汗 好险没砸到机车骑事 有人开玩笑说想要洗警不容易 警察悲悲有练过 连树也会怕 看到警车缩一下 车主趁连假来台南玩 却被树猛砸车 赶紧报警调查发现砸车凶手 这颗倒塌树木 管理单位是嘉义领馆处 就等待警方他们的调查报告之后 出来来来做接续的处理这样 228廉价人多乱象 跟着多不少人包车出游 嘉义有辆游览车疑似路况不熟 整辆卡在路中间 真的好扫兴 原本要到嘉义中普交流 到旁餐厅吃饭 没想到行经主旗乡110线道 游览车左轮卡在水沟 都难不得车辆30多名游客赶紧下车 脱掉单位还出动堆勾机 等了两个多小时 好险堆勾机一推 车辆就可以正常行驶 游览车详细造势原因 还有待厘清 只是民众出游好心情 却被一场意外一扫而空 接下来观众侯国文台南嘉义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